七国集团峰会的公报 再次操弄涉华议题 污蔑攻击中国 翻炒没有事实根据 缺乏法律依据 也没有任何道义可言的 陈词滥调 充斥着傲慢 偏见与谎言 七国集团代表不了国际社会 七国仅占全球人口的10% 在全球经济中所占的份额逐年下降 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总和不及中国 经济总量按购买力平价计算 也已被金砖国家超越 当前七国集团早已偏离 协调稳定国际经济环境的成立初衷 越来越成为维护美国和西方霸权的 政治工具 将所谓的家法家规 置于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 以及国际法之上 失去了全球代表性和国际公信力 七国集团违背了和平发展的时代潮流 七国集团口口声声要维护世界和平 却坚持以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划线 大肆渲染民主对抗威权的虚假叙事 以小圈子挑动阵营对抗 在地区冲突中拱火交游 甩锅推折 派军舰军机到亚太地区制造紧张局势 轮番武装台湾威胁台海的和平稳定 这些破坏国际秩序 危害和平安全的错误行径 正受到越来越多国际正义力量的唾弃 七国集团脱离了合作共赢的人间正道 近年美国一再泛化国家安全概念 滥用出口管制措施 大搞单边制裁 变本加厉地打压中国企业 并股东盟友复制错误的做法 严重违背了市场经济和公民竞争的原则 破坏国际经贸秩序 七国集团炒作中国所谓产能过剩 完全背离了客观事实和经济规律 为大搞保护主义制造借口 也将破坏全球绿色低碳转型 和应对气候变化合作的努力 七国集团是把经贸关系 政治化武器化的真正胁迫者 与全球化时代各国利益深度交融的大事 背道而驰 最终只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